几几年呢 讲吧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太长 自己的业自己悲 1992年的猴 哎呀 脑子出毛病了 嗯 对 身上有一个灵星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整天在他身上 晚上就来 白天好一点 对 晚上他就 大喊他就 看见了吗 嗯 手 手还抠嘴 对 我给你看看啊 我给你看看是个什么灵星 好 猴啊 对 猴子 啊 他做着动作像猴子一样的 嗯 经常抓头发 抓耳脑伸 嗯 嗯 对 抠嘴巴 抠嘴巴 做怪象 对 对对对 好 你看看看 你看看 长得这么漂亮 谢谢 他 他还咬舌头 咬舌头了 我告诉你 他现在根本不是他自己啊 是那个灵性啊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这个灵性要叫他 要叫他把他请走的 不请走你女儿完了 好好好 明白了吗 要念多少张小方 现在你们看到吗 嗯 身体没有用的啊 没有灵魂啊 灵魂被人家进去了 你这个人就完了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明白吗 咬呀 再咬呀 再咬呀 认识我吗 认识 那个 那个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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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菩萨在不在台长身上 看现在 在不在台长身上啊 眼神不太好 再看 台长头上有没有观世音菩萨 有黄色的光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黄色的光 你怕了吧 你要不要台长就救你呀 好呀 你好好念经啊 嗯 念不念啊 念 我每天念什么呀 不是 那个 我要念多少遍 看见吗 我刚刚给他加持了一下 他现在魂魄回来了 那个猴子已经跑开了 啊 但是 你别开心啊 待会上了会回到家 猴子又上来了 你要给他小房子 捡好多少张之后 你求他说不要经常来 他就不来了 明白了吗 啊 我 我有分 三件事儿我想请教你 他还有三件事儿 我想请教你 他还有三件事儿请教我 第一件事儿 是我以前我做过两件错事儿 这个嘛 那个我没法说 但是您肯定知道 我想问 我想问我要烧多少张小房子 我的妈呀 开悟了 你看的吧 你女儿现在你看到了吧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跟你说的 像这个这个东西给他一加持 把他身上的那个猴子一弄掉 他马上就正常 你知道我知道你 你过去做错两件事情 你自己清楚 我也不想当了这么多人面 给你讲 你的面子 我讲给你听 是跟你的感情有问题 关系 对不对啊 对呀 对呀 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啊 感情乱来 会不会出事啊 对呀 出事是不是有罪孽啦 对呀 好啦 这是一件事情 你要念三十六张小房子 然后第二波要念五十六张小房子 三十六 加五十六 五十六 有人帮你记下来了 哦 好吧 第二件事是什么呀 我想自己做点小生意 您看我往什么方面发展 他说什么 你再讲一遍 我想自己做点小生意 您看我往什么方面发展比较好 我听不见 我说我想做点小生意 您看我往什么方面发展比较好 完全正常现在 灵性跑掉马上就想做生意了 我的娘哎 哎呦 嗲得不得了了 猴子不见了 人来了 哎呦 我的娘哎 你想做点小生意 我告诉你好吗 好 你台长完全看得出你脑子里想做什么生意 你想做美容的生意 想卖点化妆品啊 之类的 嗯 对 但是 嗯 现在这个不好做 我的娘哎 他跟我谈生意了 你要记住了 不好做 你有人会帮助你做的好的 好 明白了吗 好 好好念经 菩萨保佑你 好 你就跟人家说 他的这个美容霜一定会很好的 啊 那个时候人家不相信这个美容霜的时候呢 你一把把你妈妈拉出来 你看看 姥姥你看 人家肯定不买了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怎么这么快就开智慧了 师傅就点了他一下 我的娘哎 哎呦他妈妈都傻眼了 好了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呢 第三件事情就是 我跟我妈关系不是很好 你跟你妈妈关系不是很好 你能不能念姐节奏啊 姐节奏知道吗 知道吗 讲呀 知道 会念吗 正本是 不会念 慢慢教你 叫妈妈教你好吗 因为你现在身体不好 你身上有业障 所以妈妈呢 就不能接受你这个不好的气场 所以妈妈呢 就对你不好 等到你把自己身上的业障念掉了 听得懂吗 嗯 妈妈就会喜欢你了 嗯 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 啊 她不喜欢我 啊 是你不喜欢妈妈 那么你记住了 台长告诉你好吧 因为你身上有灵性 所以你看谁都不喜欢 但是呢 我知道 因为台长能够治你的病 所以你身上的猴子很喜欢台长啊 那她让她晚上去找你 她说什么 我没听到 你看这个人不得了啊 哎呀 台长能帮你治病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傻姑娘啊 嗯 有人说你像巩俐吗 像舒淇的多 像舒淇的多 她说 我的娘 好了 你要好好念经 好好学习 好吗 嗯 台长 帮助你把你身上的那个猴子 能够弄掉 然后呢 你就随便爱像什么棋了 像像棋我都不管了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多少条鱼 嗯 七百八十张 好 放多少条鱼 又来了看见吧 啊 放多少条鱼啊 嗯 四千条鱼 好 她已经她已经很正常了 刚刚我叫那个灵性离开她 她一直一直很清楚 是是 平时没有这么清楚 没有没有 鼓掌 好 你鼓掌是这么鼓的啊 平时她是见着什么就往嘴里塞 猴子们不就是这样吧 人家扔个什么东西哇嘴里塞 嘴里塞 不就猴子吗 她那功课怎么念 功课你叫她念礼佛吧 礼佛最好能够念五遍 好 往生咒要念 好 要念四十九遍 好 好吗 好 你要记住了你不要让她乱出去啊 这孩子出去会吃亏的 关键说我管不住她 管不住她 你跟她以后说 卢台长来了 她就怕你 因为前天 她就听您的话 因为前天 昨天都去开法会 上那个法会呢 第一天开了呢 她就自己去结盐书去了 就自己在路上念佛了就 念佛了 对 她就念那个大悲咒跟信经了 厉害吧 你以后管住她 好 你一个人不许乱出去 听得懂吗 不要跑出去乱来啊 乖一点呢 听台长的话 好 听不听台长的话 听 好了 谢谢台长 以后对妈妈好一点 妈妈为你付出很多 好 就听台长话 看见吗 你们要记住了 好好听师父的话 不会吃亏的 我 还想请您看看我们家佛台 佛台 佛台蛮好啊 谢谢 靠窗户 对 你们家的窗户很大 对 嗯 谢谢 我还看见她租的那个房子 嗯 她那个房间 嗯 她一个人租的嘛 对 嗯 这是她刚刚搬回家 嗯 有十几天 我念的两个月的姐姐 才把她念回来 对才把她念回来 你以后不能再一个人出去乱跑了 听得懂吗 我 我很少的时候要一个人出去住 嗯 不行 要台长爷爷同意 你才能出去住 听得懂吗 好 哈哈 喊你个魂的 谁师傅 哎 哎 哎呦 她感恩师傅 啊 我的娘 哎 你看呀师傅多苦啊 这种弟子也得受 那你 那我要是猴 你就是唐僧了 她说 她说她要是猴 我就是唐僧了 她说 我的娘哎 哈哈哈 你这个雾怎么开的 你这 哎呦 我的娘哎 嗯 乖一点啊 嗯 听唐僧话啊 啊 啊 如唐僧啊 嗯 听得懂吗 乖一点啊 嗯 你要自己要懂 懂得啊 不能让 让猴老在你身上的 嗯 明白吗 要把她去除 然后呢 把人家送走 敲锣大鼓把她送走 那师傅你得给我先加纸啊 那师傅你得给我先加纸啊 我我我我我我红发到现在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情 你让我滑喜充满 滑喜充满 好了傻姑娘啊 自己要好好做人 好好学佛 听得懂吗 一定要帮妈妈一起念经 对妈妈好一点 妈妈以后会对你很好的 因为妈妈以后 她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她会很爱你的 明白吗 你现在恨她 妈妈会很难过 你知道妈妈把你生出来 很不容易的 对不对啊 现在知道了吗 谁给你做饭呢 现在还有谁爱你啊 不就妈妈吗 你把最喜欢最爱你的人 你恨她 那人家不爱你了 那你说谁来爱你啊 所以你要唱歌了 谁来爱我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好嘞 好 谢谢师父 我祝师父 先受绵长法体康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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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说啊 这个佛法真实不虚啊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事情 明白吗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